首先,我們也是以最虔誠的心合照 感謝根本傳承上師、聖尊、人生佛佛、佛瓜、利靈 來加避這一盤的物魔超度一切得到填滿 感謝父母祖尊、聖剛碑地藏王菩薩、中觀堂所有祝我菩薩、聖剛父母空情 一切祝我菩薩來加持晚上這一盤得到吉祥年滿 聖火上師、聖月上師、聖月法師、朵朵蓮花同志大家晚上好 聖月上師有交代,又要跟大家絕緣 這一次因為我們每天的行程 一共來了差不多八天嘛 不過大家曉得這次的超度非常的施盛 不過我們來講一講一些我們眾生為什麼所得到的夜報 講到因為這幾天連夜上師都派我出去跟大家截眼 就是以地理 所以我就來講一點地理的感應 每一位都知道大家都有夜報 只是你在這沙坡世界你來了玩了酒還是玩了剛下來玩 所以大家曉得這個就是夜報 所以每一個人在這沙坡世界每一個人所感受每一個的feeling都不一樣 每一個人的家庭背景 如果一個家庭同一個母親的肚子生下來的兄弟姐妹 他們本身所在遭受也不一樣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現在講的就是磁場 因為我們講有修的我們就會遇到善緣 我們沒有在沙坡世界打滾很久的 因為我們本身磁場還不是很亂 所以我們就會比較圓滿 所以說到在這沙坡世界所要陳色的夜報 因為有很多種 當然包括事業不順啊 包括生活 包括身體感情一切種種 這個呢 都很多都從我們周遭的 所遇到我們所基礎的環境 因為連我上次帶我到世界各地佛法當中 共同出去消費帳當中 跟大家結言當中所遇到的有很多的 這個很殊勝 也是很有感應的事情 在講到說台灣 前兩年回來也是有幫助 每次回來當然有幫忙大家同門 風水問事 兩年前一位同門來請求說上司啊 我們家裡 我們家裡 我的母親裡都認識 本來很好的 很慈悲的一個老人 不知道為什麼 今年 變了一個人 我一想 欸 這個老師傑 這個老菩薩他本身很慈悲啊 哪裡有可能會變這樣 我講說喔對齁 我好幾年沒有到你家裡去看你的地理風水 喔對呀 都每次都說你都忙沒機會 我說那麼好 來看看到底是怎麼樣 好 就一機會跟老菩薩來談談齁 結果去到他家裡的時候 也是當然是照往例 人家說看雨的時候沒有帶樓盤出去好像沒有眼睛嘛 當然就是樓盤拿出來 不會要排一排 給人家裝裝這個說這個地理是很厲害的 所以我就 樓盤拿起來後代表我很大排一樣 不過我是真的很認真排啦 先來講開玩笑 我是會啦不是不會 所以這個 所以這個樓盤把他排下去 他就掛位沒有走 第一點他們沒有改 不過我把他看那一年 剛好舞房 剛好就是在西南方 結果 舞鬼在西南方的時候 我要把他看 喔 他的一進去客廳很漂亮 喔 裝滿了很漂亮 欸 我說為什麼你將你媽媽的相片掛在那裡 他說因為 前幾年 父親走了以後 他說他的相片也要放在那裡 所以就把他掛在這邊 我說掛在這邊是不要緊 不過我說誰買那隻老鷹來那裡的 他說去商業 去商業晚的時候 剛好看到那個木雕很漂亮 所以他就買一隻腿來放在那個地方 所以我說喔 原來難怪你母親會現在變得這麼兇 為什麼 因為他本身 坤掛 坤掛屬於老母 錢掛屬於老父 所以在母親的掛位的地方 那一年又換五鬼 你又把他買一隻老鷹在那裡 老鷹不花威不著人才怪 我說你母親本來是很善良的 對足你很好的 為什麼會變得這樣 我說這個就是這個情形 我說快點 上次今天來 你將這個老鷹來把它移走 你母親的相也不要放在那個地方 因為不要放在他的昆位 我就讓他家的移 比較旁邊一點 所以當天 把他那個老鷹移走了以後呢 他媽那天也不在 所以我就再重新把他親信過 結果 再過一個禮拜打電話 我上次我媽變很好了 我說因為本身 不是你媽媽要發脾氣 因為他那個掛位在那裡的時候 使他本身情緒不安寧 因為老鷹 在屬於這一種的 是你續生的話 他是有鬥性 那你剛好又是在無鬼方 那一點不是無鬼在那裡不要緊 所以產生這個情形